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已知三小型ABC三点点为 A点坐标是24 B点坐标是-6-2 C点坐标是8-4 若角A的内角平分线 AB线段 交BC线段于低点 求低点坐标 那首先呢 我们根据题 画这样的图形 这个角BAC的分角线 交BC线段于低点 那我们假设呢 这个低点坐标是XY 那现在呢 我们想要用这个内分点公式 来计算低点的坐标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BD线段 比上DC线段 是多少比多少 那因为 这是分角线 那根据分角线的性质啊 BD线段 比上DC线段 会等于 AB线段 比上AC线段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要把AB线段长度 以及AC线段长度 算出来 那我们利用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这AB线段长呢 是等于 这是根号 坐标X的平方和 那么在这里呢 2-6 这是2加6 2加6呢 是等于8 所以这里是8的平方 加上 4-2 那是4加2 4加2是6 所以这里是6的平方 所以呢 这会等于 根号 这88 64 加上 66 36 所以呢 这是等于根号 100 那也就是啊 10 这个值 所以 AB线段长 等于10 我们把它标示一下 好 接着我们计算 AC线段的长度 那 AC线段长 这是等于 根号 这坐标X的平方和 那2-8 是-6 所以呢 这里啊 是-6 括号的平方 再加上 4-4 这是4加4 4加4啊 18 所以这里是8 的平方 所以呢 这是等于根号 -6括号的平方 这是36 加上啊 8的平方呢 8864 所以呢 这一样啊 是等于根号100 也就是10 所以呢 AC线段长啊 是等于10 因此呢 这个BD线段 比上DC线段 是等于10 比10 也就是1比1 所以呢 这个比例啊 是1 比1 那么 当然呢 这时候的低点 就是VC线段的 中点 因此呢 低点坐标 这X坐标呢 是等于 这是-6 加8 再去除以2 那-6加8呢 是等于2 所以2除以2呢 这是等于1 好 接着我们计算Y坐标 这Y呢 是等于-2加上-4 再去除以2 所以呢 这是等于2 2分之-2 再加上-4 那加-4啊 就是-4 直接啊 换成-4 所以呢 这是等于-2-4呢 这是-6 那-6去除以2啊 这是等于-3 因此呢 因此呢 这个低点的坐标 就是1-3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